真的就太失败了,要知道现如今,我们能通过微博、微信和明星互动,通过直播感受明星的日常生活,通过QQ音乐这类专业的音乐平台去倾听,评论和支持明星的专辑,而在这众多能接触明星的方式中,那一条最合理呢?怎么做,才算是一个优质的粉丝呢? 相比解释这些,还是先来看一些反面案例,疯狂极端有些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空虚与无聊,唯有爱豆是最了解他们的人特点一,被明星们的盛世美人所吸引,经常换追星目标,特点二,精神脆弱,主观地认为,自己和爱豆互为知己,容不得一丝背叛,有些人整容成自己爱豆的样子来表达对他们的爱,有些人费尽心思打听爱豆的起居, 去他们门前露宿,美名其约和他靠得更近,在星仔看来,这样的行为,不再是喜爱和崇拜,而是一种病态的,极端的追捧,再进一步,甚至会给双方带来局大的困扰,伤害,比如被热血粉丝在深夜一直骚扰,有的明星甚至被狂热的粉丝,枪杀在自己家门口,蔡康勇在送给追星的孩子,这本书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,假如你爱他,请你也为他好好地, 寻找自己生活的支点,不要为他迷失了既定的轨道,关掉电脑的片刻回归宁静,担当起原来的角色,从哪里来到哪里去,这段话可以说直接追星,的本质,榜样的力量,我们之所以追星,是因为我们被这个人用某种方式打动了,被照自身的生活,无形间与他产生了共鸣, 然后开始关注他的其他作品,认同他的人生观,价值观,爱上他的才华,并以他为目标,优化自己的生活,举个例子,作为行走的CD,林俊杰的歌声不论是曾经还是现在,都是深地打动着所有人,包括现在的现象级鲜肉,小绵羊张艺兴,13岁的张艺兴去参加某个选秀节目, 当时作品委的正是他的偶像林俊杰,他表现得到了林俊杰的鼓励,努力就一定会有出息,希望他能继续坚持梦想再努力四年看看,当时年仅13岁的张艺兴记住了这句话,靠着不断的努力,四年后真的被选入SM娱乐,最后以韩团EXO的议员出道,如今更是红遍大江南北,他感性地说,JJ哥是这个横一里第一个认可我的人,真的很感谢, 林俊杰和他见面后对他说,从你13岁第一次见你